我们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有两个图档 两个都是未经压缩的BMP的图档 你乍看之下这两个似乎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看 如果是你要放大来看 这是我们的多多3的这个图档 另外一个是我们多多2这个图档 基本上你看不出有什么差异性 那在这里面有一个C程式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影像处理 这个影像处理方式 事实上从这个程式你run过之后 你就知道这两个图档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 甚至当中一个图档里面甚至常有额外的一些讯息 我们看到这个C程式的部分 那我们先看我们的档案 那一开始的话我们读取的就是所谓多多3这个 pmp的档案 那我们的输出会输出到what.pmp 那基本上呢我们一开始 当然我们是用fopen的方式 先把这个多多3的这个档 把它读进来 这就是读的模式 那我们另外一个模式是它是用二景为的模式 基本上我们知道这图档你在读的话 你用文字档去读 当然当然并不是很恰当 如果找不到的话 如果说这个档不存在的话 我们这边当然11行12行13行 我们这边做一个处理 好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因为是二景为的档 所以原则上我们的档 事实上呢我们这里用了所谓的ftail 先去取这个档的一个开始的位置 然后再用fseq这样的一个指令 像这个档案的指标把它移到那个档的结尾 对那么那么再用一次ftail 取得那个档指标的位置 所以你的data end 减掉data star 事实上就是你的档案的一个大小 所以我们当然是第一次读档 是先确认这个档到底有多大 再来呢我们当然是19行的地方 我们再把它用revy再把它把它那个调回 好那经过这样18行这样的一个计算 我们事实上我们大概就知道 我们这样的bmp的档图档 那事实上它是有true color true color24位元的图档 它占有多少个位元 那它有多少的pixel 在这边都可以算得出来 附带要提的是 我们的dmp的图档 前面的有关这个图档的一些格式 这个代表会占掉54个byte 所以我们这边要先把这54把剪掉 好我们这边呢15行到18行 是确定它的档的一个大小 然后后面才真的去读它的那个档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从这边后面可以看到 那我们的data这个阵列呢 事实上是存的是多多3的那个档的内容 那么data0是我们what 那个档的 要写进去的档的一个正列的内容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下面for回圈的部分 for回圈部分 我们当然这里处理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的档案事实上蛮大的 所以我们在26行我们这边原先在 在测试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每个档里面的 每个byte里面的一个内容把它列印出来 但是这个会花掉不少时间 好 那25行我们自己用fgatc去取得每个byte的一个资料 好 然后再放到这个阵列 第1个索引值的一个记忆体位置 那i大于等于54原则上它就大于等于54 就是才是它真正存放这个图档的资料的位置 那我们这里做的运算其实很简单 基本上呢它是先跟3 这个数字做and计算 and计算之后的值呢 事实上它大概原则上它只有四个可能性 也就是0123 然后在这个数值然后再去乘85 好 这样得到的值我们再存到data0 第1个 缩印值里面这个记忆体 那如果i是小于54 那基本上它就是前面的一些格式设定的 那这个当然我们就不做任何的一个变动 好 那后面的部分 那就是将它做一个39行40行 事实上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读写的一个动作 事实上就是把它写到what 画的那个档案 好 那我们做一个 执行的动作 原因执行的动作 好 我们发现在这边呢 我们的what 点pm pmp这个档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好 你发现它事实上它就是 在这里面 长的 就是一幅 啊 一个 叫做 叶娜少女的一个 一个图档 这个图档非常有名 在影像处理里面来讲 我们这边当然也做了一些处理 另外一个 差异性的可能 会觉得比较有兴趣的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多多2的一个这个图档 如果说我们将我们的 处理的档案如果是多多2的话 它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将档案做一个更改 痴嬽 把它打开 一团黑 一团黑 好 事实上它什么资料都没有 好 所以从这边来看 这两个档啊 好 多多三他有藏有讯息 多多二是美